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肝裂胆 画面超然 迷倒了一众小迷妹 程咬金的钟永也得到皇帝肯定 不仅被封为票席大将军与宰相平级 画像还被挂在灵燕阁中 灵燕阁是唐朝未表彰功臣 而建筑的会有功臣图像的高阁 画像能挂在里面 说明其对国家的贡献 在自己的教育影响下 程咬金的儿子成处两和成处弊 也是忠烈正直 功名在身 得到百姓爱戴 从程咬金的爸的成柔 到程咬金的儿子成处两和成处弊 成家已经连续三代有物品功名 晋升士族 在唐朝算得上是有头有脸的家族 可程咬金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孙子会为了荣华富贵 不仅巴结得势太监 还给太监的眼父披麻蛋 笑 把成家的颜面丢尽 成家好不容易奋斗出来的好名声 也被这个孙子败光 程咬金的这个孙子名叫程伯县 是成处弊的儿子 程伯县没有什么大才能 先祖去世后 为了升官 和高丽氏拜把自己为兄弟 高丽氏是皇帝身边的一个太监 坏事干净 在历史上名声可不怎么好 在唐朝 讲究门帝法院 认为太监是卑贱之人 不与太监交往 程伯县为了往上爬 与太监交往 已经在唐朝引起满朝文武和百姓非议 可他却垮连弦时 冲耳不闻 高丽氏的母亲和养父去世后 程伯县为讨好高丽氏 以孙子自知 不仅自备孙子的丧夫丧代 在灵旧前披头散发哭嗓 哭了比自己死了 今娘还难受 还对往来宾客一亲儿子身份迎来送往 这个效果堪比人民的名义重 公安局局长齐同伟 为了发解省长沙坠机 是给陈延时除草挖的是一样的 程伯县这个行为 在当时成了小 丙 被人看不起 满朝文武和乡写百姓 都为程家感到惋惜 安室之乱后 高丽氏受到了惩罚 程伯县作为高丽氏的等于也受到牵连 此后 程家就开始衰败 再也没出过什么大观 可以说 程伯县断送了程家的前程 是程家几代富贵民族的终结者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是程家的奖则